天啊 中研院非常专业的研究员何美香 接受公共电视访问的时候告诉大家 台湾青少年 你家里有青少年吗 我们家有 打BNT引发心肌炎第一剂十多倍 而且我们的数字比美国还要高 他说呢 我不是要大家不要打第二剂 但是英国正在研究年底会有结果 所以是不是不要那么急 台湾在明年春节前都不可能开放国境 他建议延长到春节前后再决定 要不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打第二剂 还有陈秀琪教授也这样讲 政府应该要滚动式的修正青少年的 这个接种政策 确实我们看到 你看到没有 美国青少年打BNT的这个罹患率 12岁到15岁 第一剂12% 16到17岁 第二剂一下子变成了百万分之162 增加好多十几倍 16到17岁 第一剂百万分之八 第二剂百万分之94 然后我们台湾的比例更高 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还有我们看到台湾的青少年 有没有 我们的台湾的青少年 12岁到17岁心肌炎的通报案 百万分之22.5 这是第一剂 就比美国还要来得高 其中一位桃园的女学生最严重 叶克摩救治当中 我们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现在很多的孩子 心肌炎心脏也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但是我要问的是 你要不要出来讲讲话 陈时中 是不是因为BNT不是你买的 当初你不喜欢BNT 所以现在放声的概念 你希望出事是这样吗 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讯息 陈秀希出来讲了 何美香出来讲了 接受公式的访问都出来讲了 学者呼吁 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下 你要不要出来做点动作 而且大家的学者看法都是说 青少年一般来讲 得了这个COVID-19之后 它不会很严重 它的致死率不高 所以需不需要冒着更高的风险 去先打第二剂 永平你怎么看 陈时中很奇怪 这个讯息不重要吗 首先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是认为第一个 台湾疫情一点都不严重 所以本来我们的青少年 他就算感染了COVID-19 他的重症比例又很低 又很轻症的情况下 而BNT这个疫苗 到青少年 他的那个就是心肌炎的比例 很高的情形下 其实台湾根本可以主张 青少年BNT打一剂就好了 但我对他的承诺很有意见 对 那现在的问题是 整个趋势是这样 台湾是特别合适 青少年BNT只打一剂的地区跟国家 但是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往往在对这个整个疫苗 还有世界很多的这个科学资讯 反应慢半拍 他的这个毛病 不只是发生在BNT疫苗上面 各种问题 简单说刚才秀芳有一个评论说 他是不是只关心高端 让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有高端的事情 他才会愿意到第一线 聚系名移各种解释 可是其他的疫苗呢 他都不太在乎 那其他的别的国家 打这些疫苗的问题呢 他也都不在第一时间反应 你看光以混打的问题 他可以拖了多久 到最近才做出政策 那我现在非常担心 这个BNT呢打到青少年 因为他的那个间隔期间比较短 那如果说青少年 很快就打第二剂的话 确实和美乡的担心 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我们第一季青少年的心肌炎 就是美国的两倍 第二季打下去变成四倍 没有错 所以现在 所以何美乡的建议很实在嘛 因为何美乡以前在政府服务过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可不可以先等一等 本来也不着急 到了那个明年春节前呢 台湾也没有大爆发的这个风险 那你就先停住 先不要让青少年去打第二季 看一下英国的报告再说 就是说何美乡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合情合理 可是陈时中跟他这个团队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最近 因为忙着处理王必胜的问题 所以注意力都被转移 就是说他对这种事情毫无回忆 那秀芳我要讲一个 我昨天听到的一个很令人难过的案例 就是说疫情指挥中心 他一定要做政策的宣示 否则的话 当然现在我觉得很多 勇于收集资讯的爸爸妈妈 他可以主动的让小孩子 不要打第二季的BNT 他可以在那个同意书上 他今天不同意 可是呢台湾整体民众 虽然我们教育程度不低 可是你没有一个官方的方向呢 还是会有些人 他资讯或者不足 或者是他就非常固执 我听到那个令人难过的事情 就是说他当然不是年轻人 不是小孩子 是中年人 但是一个女性妇女 他在打第一季AZ的时候 他就已经引发全身的过敏 强烈的症状 当时他的医生就去提醒他 说你这种状况 你打第二季风险很高 你不要打第二季 结果呢他还是说 因为政府的政策 是需要打两季的 他就坚持去打 结果他打完他就死了 就真的 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活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明明有这种状况 那疫情指挥中心 为什么他不再对于特殊的民众 或者已经有报告出来说 对你不利的民众 我再讲 台湾因为疫情根本一点都不严重 你根本怕 根本不太会得的一个病 结果你去打疫苗打到死 这个没有道理 所以两位专家都出来建议 指挥中心不作为 这个指挥中心是高端指挥中心 高端指挥官 大倩 还有一个我顺便一起问你 好可怕我们现在疫苗覆盖率 第二剂已经到了34% 台湾人真的很乖 轮到自己自己就去打 我们的辫子妹也去打了 但是你看看 高端也有30死 这当然AZ比较多 AZ都打老人 莫德纳高端BNT 但是我跟你讲 高端到现在为止 才打了76万人 你知道BNT打了多少人吗 BNT打了526万人 526万人14死 高端是76万人30死 而且先讲一下高端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卫福部的官员 包含这个很多绿营的 这些政治人物学者专家 都替高端背书说 高端最安全 就打高端的这个风险最低 这就是他们口中的最安全 跟风险最低吗 其实食药署有必要 要针对这样一个高的死亡率 有做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真的是有类似的风险 这个风险必须揭露出来 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其实刚才永平讲说 有很多家长正在犹豫不决 我就是属于其中一个 犹豫不决的家长 因为我的小孩今年14岁 我们也准备要接到学校 要发给我们的第二剂 是否要施打的同意书了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就究竟是要同意 还是不要同意 如果你看到欧美的状况 欧美的孩子 他们是真的打了两剂 他们连更低的年龄 都下去打了 因为你看到的很多讯息 告诉我的是 Delta变种病毒 是不分年龄的全面的攻击 所以我们的孩子 就算他年轻 他也有可能将来会面临 Delta变种病毒的攻击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看到心肌炎的 这个比例这么高 尤其是台湾 现在还不是第二剂 这才第一剂 这才第一剂 他的这个比例就如此之高 身为一个家长 我当然会担心 我的孩子本来会不会好好的 我先把他送去打了第二剂 结果第二剂出事了 所以河美香讲的 其实很有道理 我们几乎所有的孩子 大概都从10月1号开始打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 是10月初打的 也就是说你真的拖到了1月底 等过年后 事实上这个时间是可以容许的 那我们至少先看一下 其他国家所研究的结果 再做最后的判断 否则把我们所有的孩子 都送上去 将来真的要面对 什么样的风险 面对什么样的伤害的时候 其实做家长的 我们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因为那个名是我签的 所以陈思忠好歹说句话 多少小朋友国中高中生 多少人 所以陈时忠跟李平 你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然后对高端 你看到没有 其实陈时忠他只要说一句 就是说家长如果有疑虑 就我告诉你数字是这样 家长如果有疑虑 可以考虑 那个小孩子不必施打第二剂 他只要讲这句话就好 他也不必很强硬的说 我们全面性的都不打第二剂 他至少可以提醒说 这个给你家长做选择 那家长就会觉得 我来多收集一些资讯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什么台大长根去研究了 他们那个时候 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 高端能不能混打 现在我们才真正需要 台大跟长根这些医学医疗院所 跟卫福部 给我们一个建议跟指引 所以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 谢谢这两位专家 他告诉我们这个讯息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陈时忠都没有跟我们讲 这个讯息应该是陈时忠 你第一时间揭露 台湾的这些事情都归你管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们 然后是有两位专家 还是接受公式访问 我觉得实在是莫名其妙 这么重要的事情 陈时忠你是隐瞒吗 你知道你不讲吗 是不是 然后对于高端的事情 这么积极 打两剂高端不能出国 他说怎么办呢 他说现在在研究混打 可能再追加一剂 别的厂牌的疫苗 我扮你个托 你知道吗 这样还是不能出国 这样还是不能出国 追加两剂 对不对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科学人 他怎么一点科学观念都没有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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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